就怕時間來不及 嘎哈屋文教協會從臺北找來 專業的攝影師 召集部落 老人一字一句的將嘎哈屋語 記錄下來 嘎哈屋文教協會 總幹事指著牛棉教會 牆上木凋理的文字說 這是他們用足語翻譯的聖經詩篇 不過就在上星期翻譯這文字 老人家已經過世了 眼間還會說足語的老人家 日漸凋零 如果再不加快腳步製作教材 恐怕時間越拖越久 後悔就越多 在剛剛上個禮拜這個翻譯 這個潘英教 剛好在兩個禮拜前過世 所以我們也很難過 就是說 他還沒過世之前就有一直說 太慢了 太慢了 要再追回來 實在是時間是很緊迫 南投卜里鎮守城社區的嘎哈屋族 也是目前尚未被官方認定的 原住民族之一 但為了找回自己的語言文化 多年來一直進行語言覆贈的工作 不過老人一個一個過世 目前會說完整俗語的已經不多 會說部分的也剩下不到三十人 因此嘎哈屋文教協會 幾乎是在跟時間賽跑 老人家語重心長的說 希望小孩子將來可以學 也有教材可以學 會說的要求有二十三十人 今天是應該要把他們教 希望看他們輕學 如果學就一定會成功 我們希望我們的四個部落裡面的國小 有中風國小有中校國小的學校裡面的那個方言 我們希望是用我們的族語來教 由於目前還會說族語的老人家 記憶已經大不如前 許多語詞的記憶都很模糊 眼見還會說族語的老人一年一年的消逝 嘎哈屋族語也正面臨失傳的危機 嘎哈屋文教協會希望趕緊製作族語教材 讓族語保留達到最完整 他們現在正在努力的將族語文化找回來 希望嘎哈屋族語不至於面臨消失的危機 記者NOW 南投埔里採訪報導